好 另外這也是吃到一肚子氣 有網友PO出 就是吃到飽的燒烤食材 他說呢 當下店家不送上來 加點時間呢 他又加點 結果呢 又全都送上桌 只剩下十分鐘可以吃 隨後吃不完 又要加收兩百塊的浪費食材費 油花分布均勻 一批扁牛肉 在烤網上滋滋作響 逼出油脂和震震香氣 國人愛吃燒肉 滿足口腹之慾 但有民眾選擇吃到飽 卻吃出了一肚子氣 南部知名吃到飽連鎖烧肉品牌 就有民眾前往台南永康分店聚餐 120分鐘用餐時間 先前點的好幾樣都已經沒送來了 最後剩下30分 趕緊再加點品項 沒想到所有東西連同先前沒送來 通通擠在最後用餐10分鐘一起端上桌 消費者吃不完 店員竟然認為他們浪費食材 要求一個人得多收200塊錢 讓他氣得PO網抱怨 網友也說 好啊 要不浪費 那就慢慢坐著吃 別趕我走 也有人說 怕客人吃太多 控制出餐速度 又把問題怪到消費者頭上 真的疑似店 店家的問題就是 他們可能出餐的時間真的太慢 覺得蠻歐的 就已經花錢 然後還要付額外的錢 不過著收200這件事 其實店家都有清楚寫在菜單上頭 店家也反駁這位消費者講法 跟實際情形有很大落差 強調餐點都有盡速送上 沒有刻意拖延 實在是用餐過程中 一直不斷狂點食材 才會打算著收食材浪費200元 因為他已經浪費那些東西 然後食材也是要錢的 所以對 我覺得收200塊是合理的 清潔費的部分是可以著收 但是是不是符合公平合理原則 店家要一併考量 消費者跟業者兩邊講法不一 業者強調店裡用餐監視器都有保存 吃到飽不會怕你吃 畢竟出餐後大量剩下的通通都是浪費 記者楊華台南報導